彩樺姐太即興了 她不能用即興 她是失控 對... 有一天 宜文說要跟我一起睡 然後我媽突然來了一句 很即興的話 她讓我們兩個不知道要怎麼接 她說 你們兩個 她媽媽是要 然後我想說 什麼是 我們當下真的認住 就想說 歐虎 歐虎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 因為導演是馬來西亞人 她真的不知道這個笑點在哪裡 然後她就很虛心求教 跟彩樺姐說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小娃姐就是導演講說 你歐虎 歐虎 念十遍 導演就在那邊 然後念到後來之後 她突然間 然後毛色頓開 然後就 歐 歐 彩樺姐她說她在戲裡面 她要離開 她說要去買 要準備要買小孩子的衣服 跟那個宜文講說 那時候宜文就很可愛就這樣 歐虎 歐虎 我就把導演的反應拿來用 我就把導演